因為同學們使用液水機造成水資源的浪費和衛生問題 我們發現非洲很多人要花好幾個小時去取水 而且那個水源還不是不乾淨的 那台灣呢 台灣就是只要走幾步路通常就會有飲水機或者水龍頭 或者是走幾步就可以到便利商店裡面都有賣水而且很便宜 所以你覺得這兩個有什麼樣的差異你想做什麼樣的改變 就是我們想讓台灣就是不要太浪費水 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就是有比較多的乾淨的水資源 謝謝班聖同學來幫我做水資源大作戰 然後在入班圈讓全校都知道 OK 都知道 我用嘴巴接水 然後在飲水機洗手 水和冰水這些問題造成 會有衛生上面的頻率跟影響 所以飲水機在使用上有什麼問題 我們剛剛提到的第一個就是使用者的習慣不加 會不會講得太快 不會 我們的資源 varit Ak-Ak석 我們怎麼直接看到這些人 看到了柯和西海三個加池 在湖沙沙沙沙的 consumed 一定有空的系列 ions面三個赤武漢 你会变得更怎么样 会变得更珍惜谁之缘 不让谁谁之缘 就是比较不会让谁之缘 然后就是知道那个水资源很珍贵 然后不能浪费 或者是我们知道了原来 那个就是我们的水 然后那么容易取得 结果别的国家取水要那么难 而且那个还是不干净的水 然后想要让他们就是更珍惜水资源 感谢观看